我们邀请贵宾们拉开我们的红包 这是捷运南京复兴站的某个角落 捷运公司和电子企业旗下公司合作 运用高科技突破天后地理限制 在室内种植五毒蔬菜 延伸多样产品供民众欣赏购买 其实新兴电子一直致力于我们环境的永续 这是我们公司营运的理念 那在这个理念之下呢 我们又知道最近现在有许多的这些环境变迁 还有极端气候的问题 尤其是食安问题都是我们非常关注的 我们希望能够贡献出我们在这个科技业的本业的技术能力 加上农业的一些发展 我们把它结合在一起 于是我们就动员了我们集团的资源 还有产业链的力量 加上我们也招聘了许多专业的农业团队 一起努力成立了科技植物科技事业处 在2012年就打造了我们职业工厂 那在这一次的合作案里面呢 我们也是希望能够跟台北捷运 在有共同理念的情况下 大家一起攜手往前走 让我们的世界更美好 其实很简单讲 就是我们想把科技农业 还有我们的都会日常结合在一起 让大家一点都没有违和感 很容易就可以倾尽我们的智慧农业 在2012年的时候 新兴电子我们看到了食安问题 我们看到了气候 集团气候的问题 另外我们也要发展业绩的永续经营的理念 所以我们在2012年就开始做这个植物工厂 那做植物工厂最主要的原因是 我们在科技制造业 我们有很丰富的经验 那我们用这个经验来 来做这个精致农业的发展 我们觉得我们应该可以 贡献这个社会 贡献这个土地进入我们的力量 那新兴国际 当时做非常高质量的水耕资产 我们水耕资产 等一下大家可以看到有很多种 那除了这以外 我们还是用这个原始来发展 来发展像面膜 像风铁面包 像那个青纸沙拉 像那个这个酵素纹 这些科技的那个产品 那我们其实我们希望说 因为这样 所以我们可以从我们照顾员工的角度 从一个点扩大到整个社会面 主要是希望能够跟这个国际的这个知名的科技大厂 因为新兴电子在这个领域上是非常专业的 他们透过这样的专业的知识 将科技的农业导入 能够带给民众更多的这个生活上的便利性 透过这一次的这个节新鲜 我们也可以给民众这个新鲜的这个无毒的蔬菜 这样子带给大家更便利安全的一个生活环境 我们主要是刚才提到 就是说在这个地点 我们有大概十几坪的空间 一年可以生产大概1500公斤的这个蔬菜 那预计的收益 因为我们这边是我们两个互相合作的 未来也是会提供 主要还是给民众一个便利的一个需要 我们的收益主要还是在一些 这个所节语出来的一个 对北节来讲 我们是大概会有60多万的年度的一个盈余这样子 当然未来我们还会持续再去看适当的地点 来扩展我们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可能性 徐同体验智慧农业展示区定职 把蔬菜育苗移植定职板上 在人潮交织 节育南京复兴站B1转成通道层 5号出口下方位置 透明展示的空间宛如科技业务城市 每个层架放置一个个水根槽 导入通讯及自动化科技 让蔬菜生长于纯净健康无污染的环境 民众也可以观察蔬菜生长变化 所栽培的无毒蔬菜将提供饭售 我们主要都是以生菜类为主 那因为我们这个植物工厂可以逆季节的生产 所以我们很容易可以调配 那我们像我们现场这边看到的 都大部分都是蜗菌类的 像比如说我们常常使用的这些 罗曼蜗菌啦 或是绿火焰蜗菌啦 或是有其他颜色像是紫橡木 蜗菌这都是我们有提供的项目 可以让民众来一起享用一起分享 节新鲜的团队好来进行这些 比较专业的这个部分的执重 那我相信在我们两边团队的共同努力之下 我们更希望能够传导出来的 就是一个环境永续的一个理念 那我们这次也强调有这个节新鲜的小学堂 就是希望把这样子的一个环境永续的理念 变成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传承 其实这里面还蛮多我们的一些科技业的一些know how 那主要来讲我们这些水耕的植物 那当然我们就是会有一些特别的一些营养液 那我们都是保证这些营养液呢 是无毒无农药无添加非常健康 然后能够让各位民众安心的食用 我们提供更多的是一个价值的概念 如果以价格来讲的话 当然会比我们在外面的蔬菜可能会稍微贵一些 那不过我觉得我们传递的这个健康的理念 还有我们这个永续经营对环境的照顾 环境的友善这个部分是无价的 今天呢就是我们Metro Flash 利用高科技的这个农业导入 也是一个新的开幕开始 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在我们的今年度 在我们的板桥车站也有这个一个桌球场开幕了 那在中山站呢我们也运用了这个 这个一个个人的办公空间的粗度 然后另外我们也与这个知名的咖啡业者合作 在我们的大安森林公营站 以及捷运公司的总部 在新中山 中山跟双联中间呢 开设这个旗舰咖啡馆 非常欢迎各位有机会 可以到这些地点去使用体验 那这些高科技的这个发展之外 当然我们除此之外我们当然还是持续 希望能够努力 能够带给各位更好的生活 那今天这个杰新鲜 这个科技农业 这个我们的科技农场 我们在这边呢 利用这样的一个场地 大约12瓶的空间 每年可以生产1500多公斤的 这个新鲜无毒的这个蔬菜 可以提供给民众来使用 我们希望也能够在未来 能够再有更多的这个可能 在我们的捷运车站 开设更多的商业的空间 然后创造更多的可能性 当然我们在这边也跟各位报告 未来我们也很非常欢迎 科技业者或者是这个品牌业者 来加入我们台北捷运的 这个各项的提案 我们也会积极的开发我们的场域 来共同创造更多的可能性 带给大家更好的生活 捷运站内也结合元宇宙议题 导入AR扩增使径技术 民众扫描QR Code 就能与海洋生物或恐龙来场 虚实交流 在站点中 不仅只是搭乘交通 更沉浸在多元有趣的生活体验中 记者文君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